所以以前買房子 我們就說location location 我們現在買投資做股票或者做財務管理 一定是 明明我們節目 龍青都會說 有幾個rebound 反彈的indicator 我們可以留意著 但市場真的不等你 總之我要一邊跌下去 繼續續創新低 這種氣氛下 我們先談論一下市況 龍青 這兩個星期 你自己感覺到2024年之後 會怎樣能見到呢 我們見到11、12月 美股或者整個世界的股市 都是上升 在炒減息的政策 但是我們見到港股是一支獨差 沒有升過 但是去到今年一月份 原先我們大概 預期它會反映一部份的追落後 但是殊不知 上個星期我們提過 中席系的爆煲之後 其實大家都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流動性風險的釋放 然後這件事是繼續發酵的 繼續發酵 現在整個中概股 包括中國的相關股票 都是被人沽到七菜 整體來說 我們總結了一句 理解 就是現在面對整個一月份 市場是 恆指是下跌9.5%左右 就是現在 科技指數更加淒慘 跌15% 基本上是股災月 一月份 即是一月效應 不僅沒有出現 還出現了一個股災月 其實大家都幾意想不到 問題是什麼呢 總結一句 就是現在的市場 只是有沽家 沒有買家 市場流動性風險 是極度釋放的 這個風險是很大很大 情況下 如果純看Beta的話 我們也提過大家 炒股不炒市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即使是炒股不炒市的策略 都很難找到一些安全的板塊 除了我們只會找到一個 很個別的板塊 譬如煤炭板塊 又或者一些中移動 即是高息板塊 等等的板塊 是可以有一個防守性之外 基本上 所有的股票 都是跌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例如今天 幾乎是全軍覆沒禁制的 是啊 我看過表 十大成交都這樣 一鋪一鋪很傷心 是啊 那你看回行業 你是 我沒有見過 我很多天都沒有見過 全軍覆沒這樣的狀態 一個板塊上升都沒有 即是你最防守的公用板塊 即是今天都要跌1.1% 最厲害最厲害的那個 今天是媒體板塊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IP 月文那些短期都升得比較好的 那今天都要跌0.07% 普遍來說 跌1% 已經算少了 跌2.8% 那些 2.4% 那些 都不少 你看看港交所都3.5% 那種跌幅都令人心傷 那我們疏理一下少少邏輯 那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現在說的環球基金的cloud trade 就是 永劑交易 其實買美股七紅 肯定是 那其中一個cloud trade 就是我們要沽空中概股的 那你會見到 首先 環球基金 你沒有人會有興趣先買 就是有沽家沒有買家 我整個主題就是有沽家沒有買家 那第二呢 我們看到那些所謂的大企業 就是騰訊、美團 他們的大股東 南非大股東 其實都是願意一路減持他們的股票 那騰訊好些 那他就不斷持續回購 那叫那個價位 浪得住二百七十多元 但實際上都是弱的了 那美團沒有回購 就直接不斷地創新低 現在是69億多 那這就是第二層的沽家 就是大股東 包括巴菲特、菇比亞迪 包括其他那些傳聞 阿里巴巴那些大股東減持 其實都是一些有沽家沒有買家的 那第三個方向就是 剛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A股方面 其實昨晚就有一個金融時報 就傳出了 就說要限制一些機構去沽貨 就是淨沽貨 其實去年有出過的 去到今年的話 又暫停了之後 就發現A股跌得很急 又再重新出過來 那限制A股 是不是可以阻止這個股市下跌呢 就是這個故事 令到我想起我以前和草sir 就是我師傅 1986年那時候 我不知道阿朱子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 美股黑色星期五 港交所或者香港的聯交所 其實是停了市四天的 是 是 開市之後 就是不讓人沽 開始之後 其實 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恆生指數 單日跌了33% 那時候 四會時代 80年代 這個政策其實是會釋放流動性風險的 在我的理解裡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你不讓我沽 我不知道買不買好 因為我買了萬一沽不到 我就PK 是不是 如果我不買的話 現在我手頭又有貨的話 現在不能沽 那我就隨時等 等到沽的時候便可以沽 所以你促成了這個政策 容易引導了大家 就只會做一個沽售的行為 這是第三個方向的沽售 第四個方向我們又要說 以前這些是複雜來的 以前我們說過 中國的經濟環境 有三個資產負債表要看 資產泡沫的爆破 中國經濟差 大家要還息還債的還本 還息的情況下 一到等錢花費的時候 你一定是沽優質資產 沽流動性資產高的股票市場 就是套現 第四個資金就是套現 第五就是更加其他的情況 因為你沒有機會沒有信心 經濟前景不好 我們都不去看好的情況下 變成我們總結 有五個沽售者 一個買家就有的 真的有人買的 就是公司回購 就是公司回購 公司願意回購 就已經算是這個市況下 算是一個比較solid的資金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公司願意回購的企業 我們才會落處去考慮 其中一個條件 我們之前也提過 三大或者五大應對策略 炒股不炒市那些不說 但是應對策略當中 我們有一個高息的策略 其實那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效的 即使在這個市況下 我們都認為可以應對到的 但是短期而言的話 如果Beta的風險在不斷釋放流動性風險的話 其實短期如果要撩底 或者要打算接火棒 我就不太建議了 就算你很厲害選股票的話 短期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先觀察一下 尤其我們覺得農曆新年二月頭之前 應該資金不知道會不會馬上回來 去到剛才第四個重點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的市場資金要回來 信心要回來 那都是離不開中國放水的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見不到在政策上 有一個很大的放水政策在釋放出來 所以你的信心的重建 就不容易出來了 我覺得大家要小心 是啊 你說得很對 因為去年我們都二三年看了幾轉 就是國家 中海內地就做很多不同的政策的嘗試 希望在流動性 就是企業財務困難 以至民生消費 都做些功夫 但是出來的效果又不是太好 那其實是否代表呢 就是中國經濟基本上 到二四年現在短期 是不是比較難找出路 其實我們看回中國的經濟 剛剛出了一些GDP出來 全年真的有5.2% 昨天李強總理都說了 在大會上面 但是看回消費情況 其實就7點多個% 比預期8點多個% 是差了的 按月計的話 也都是下跌下來 其實最大的問題 都是內房問題 對經濟的纏妖是非常之大 因為我們見不到政府 政府有大規模的措施應對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地方會影響很大 居民的負債上去了 地方政府的負債上去了 收入減少了 這些情況都不是3、5、7年可以解決得到的 我們如果看回日本的情況的話 債務泡沫爆破之後 其實都用了30年才輕生上路 中國我覺得比較厲害 至少要15年或者一半 10年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是如果政策方面能夠引渡的話 我覺得會快很多 但是短期的話 我們見不到政策方面的引渡 跟大家匯報一下 或者講一講 其實房地產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心 是非常之重要的存在 因為絕大部份的人 其實房地產的資產佔有總資產的比例 是去到60%以上的 國家統計局也統計過 在152個二級行業當中 其實有115個 即是超過7成 其實是和房地產有關的 現在一個這麼18萬億市場的市場突然間消失了之後 那你這個經濟方面如何去補救呢 那你投資方面的收益又這麼低 外貿又在這裡萎縮 那你房地產相關的 居民消費肯定會是因為房地產爆破之後 其實也會有一個打壓在這裡 所以方方面面的話 我們覺得現在是在去槓桿的過程 這個過程暫時看 只是剛剛開始 所以通縮、高失業率、失業率惡化 這些可能都慢慢會見到 所以我們如果做一個投資回報 或者投資管理的話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幾人的 第一就是我們自己的現金樓能否搞定 或者做企業的話 企業的現金樓能否搞定 第二的話 就是說你如果投資的回報 就一定要測重 又是在現金樓那方面 所以以前買房子 我們就說location location 我們現在買投資做股票或者做財務管理 一定是cash flow cash flow的了 就是現金樓現金樓現金樓 譬如說我們之前說過的高息股 也是從現金樓的角度去看的